首先我跟女孩子说一下 我觉得人活着要坦诚一点 回不去也好 不陪伴也好 不懂也罢 多少需要一点真诚 你藏着掖着干什么呢 所以说分都分了 至少死得明白 视频中的这个女生就是小敏 那么她到底做了什么 让老师们说她不真诚呢 原因还要从男友大成说起 你就是跟男男人在一起了 因为很多证据放在我们身上 我有办法不相信 一起看电影 一起不情节 行了 我真的是不明 现在我真的很激动 不激动了 27岁的大成 在两年前认识了女友小敏 起初两人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但由于公司需要业务发展 作为组长的大成被调去了外地 也正是因此两人变成了异地恋 但这种异地恋 仅仅维持了几个月就发生了变化 女友小敏慢慢的开始对她冷淡 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 意识到危险的大成立马察觉出问题 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 原来女友和另一个男人暧昧不清 并且还在这个时候向她提出分手 这更加让大成确信女友背叛了自己 所以她当场向女友发飙 就算是分手也要死个明白 就想知道女友到底有没有背叛自己 可女友小敏却死活不承认 这让本就气愤的大成更加气愤 刚上台她就忙不迭地向女友发起质问 那今年春节的时候 我提前半个月就跟你说好了 我说到长沙来我去见你 结果我到长沙的时候发现找不到人了 打电话也不接 我那是不在国外旅游吗 我打一个电话 你挂掉一个电话 你就是跟那个男的在一起 你不敢接我电话 我跟哪个男的在一起了 其实这个神秘的男人并不神秘 他是女生公司的一位组长 最初是大成担任的这个组长位子 后来因为公司调动去了外地 现如今新来的这位组长 就是大成口中的那个男人 而这个男人也是他一直怀疑的对象 但女友小敏拒不承认自己一情别恋 没办法大成只能当场接女友的丑 道出了这段时间来他所发现的一切 今天春节的时候我回家 现在我以前的那个同事 然后一起吃饭喝酒 喝的比较多 告诉我 他跟那个男的两个人的护照信息 出品的时候的护照信息 同一个航班 你还说是跟你朋友 那是一次特价旅游公司 那位置卖不掉 然后我叫几个朋友去旅游 我怎么了 不能去旅游 你那是跟朋友吗 你明显就是拿着朋友 给你做挡箭牌 大成在朋友的口中得知 女友小敏和新来的组长关系密切 公司安排的特价旅游 成了女友和那位组长 拉近关系的好机会 不仅如此 大成的朋友还告诉他 两人经常一起上下班 组长开车接送小敏 并且每次出去跑业务 那个组长只带小敏一人出去 种种的一切 都让大成怀疑两人的关系不正常 不是男女朋友 他干嘛要接送你上下班的 就几次我下班的时候没车 人家是看到你了 看到你几次 没看到到我还不知道有多少回 而且他现在那个男的 因为是他的组长 带他出去跑业务的话 基本上就是就对他一个人 带我出去跑业务怎么了 我业务能力强不行啊 公司那么多女同事 非得带你吗 两人你言我一语 吵得不可开交 大成坚信女友行为不轨 而女友小敏则是识口否认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主持人站出来调解 希望两人能心平气和地解决事情 到底有没有猫腻 还得听听女生的解释 我就跟朋友一起去的 然后他也就是他的朋友 那你还承认跟他 就是不是两个人单独 是很多朋友一起是吧 是的 但是确实人家也没说有那个关系 我没 是吧 是没有那关系是吧 尽管在主持人的质问下 小敏拒不承认 但也不难看出有些事情 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 确实不好开口 言外之意 就是互相心里有数 话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毕竟让一个女生 在这么多人面前 承认自己一情别恋 属实有些难为的 可此时的大成 还是不依不饶 为了让女友亲口承认 当场说出了一些重要线索 大成所发现的这些蛛丝马迹 不得不让人怀疑着其中的猫腻 为什么偏偏在情人节这天换了头像 又为什么把有关男友的信息 全部删掉 其实这已经体现出 小敏想要慢慢地把男友 从他的记忆中抹去 重新开始另一段感情 可无奈在这么多人 面前他只能强装镇定 用一些无理的理由 去反驳男友 不过面对女友的反驳 大成并不想给女友留面子 反倒是越说越气 气愤女友不说实话 女友越想狡辩 大成就越想证明自己的猜想 结果只能把情人节 那天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他朋友圈里边发那个两张电影票 我请问你是跟谁一起去看的 我跟朋友去看的电影 还在狡辩 还在这狡辩 他跟我说是跟你闺蜜一起 你闺蜜我也认识这么久 他明显有男朋友 人家二月十四不用陪男朋友 就算你们两个人 你们三个人一起去的话 应该是三张电影票 为什么只有两张 我一个人摆两张电影票 我去看电影不行啊 你就是跟那个男的去的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不想跟你解释 你一直不敢承认 事实已经很明显 小米和新来的组长关系亲密 在情人节那天 又是看电影又是过节 这怎能让人不怀疑 但让大成更气愤的是女友的态度 既然事实摆在眼前 为什么还不敢承认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大成非要女友说实话 而女友则是死活不肯承认 因此两人已经到了不可控的局面 情绪激动的大成 被女友折磨得无可奈何 为此主持人立马上前安慰 希望两人能心平气和地解决事情 但话又说回来 既然大成确信女友对自己不忠 那么为何还要来挽回呢 其实大成对这段感情 还有一些留恋 之所以这般较劲 就是想让女友承认错误 然后再原谅她继续走下去 可现在的情况是 小敏拒不承认 这也让大成陷入两难 此时主持人看出了男生的想法 劝告她不要再多言 既然想挽回女友 那么就不要再说一些伤人的话 所以说两人能不能和好 女生的态度尤为关键 不难看出女生有分手的打算 原因就是两人异地恋 让她耐不住寂寞 可大成听到分手俩字 那是相当不甘心 不过主持人刚才的提醒 再一次辱骂女友对自己不忠 与此同时 也惹来了全场一片哄笑 不难看出 大成现在已经被女友的 不诚实整得无可奈何 而主持人为了搞清事实 只能再次提醒大成不要插嘴 你不许再说话了 来 姑娘 你是想跟她分手吗 是的 我想跟我分手 我在深圳 我也是为了我们呀 我在深圳寻求一个 最好的一个发展 有更好的进行空间 我也是为了我们以后 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我在你旁边行吧 咱们不说了兄弟 只要女友提分手 大成就控制不住情绪 不顾主持人的提醒多次插嘴 其实他之所以控制不住情绪 就是因为异地恋这段时间 女友对自己不忠 并且还拒不承认错误 现如今却还要找别的理由提分手 所以在大成看来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甘心 但是女友小敏 但是女友小敏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认为两人分手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移情别恋 而是男友对自己的冷落 才不得已分手 你忙你忙你忙你跟我说的吗 那你不知道吗 你不就问了你自己去那边吗 你不知道我的工作家里有多大吗 你不知道每天我 你那时候就不说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后面 你去就是一年后面 你干脆不接我电话 什么意思吗 不管怎么说 大成就是一口咬定女友 对自己不忠 所以才要分手 这么较劲的男生 主持人也是拿他没办法 只能把这个难题 交给老师们解决 那么小敏究竟有没有不轨行为呢 此时心理专家 从心理学角度给出了答案 在赵传老师问我们的女士 你确定和你的那个组长 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 我看他的手 稍稍有点握紧 我只能凭我的感觉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证据 女方多多少少 在感情上已经和你游离 并且和其他男士 有着一些类似于 跨越边界的这样的行为 有可能随时会和你分开 踏入另外一次情感 在没有真听实据的情况下 确实不能判断此事 但经过心理学专家的分析 不难听出 女生的行为 却是跨越了朋友的边界 只不过是把话说得委婉一些 至于女生有没有 移情别恋的可能 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 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 不必多说 而对于女孩的行为 不仅仅是心理专家觉得有问题 其他老师也认为 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首先我跟女孩子说一下 我觉得人活着要坦诚一点 如果不想跟他在一起 也不要耽误自己 也不要耽误人家 就跟人家直说 我喜欢别的男人了 我要跟别的男人去追求新的生活 至于你跟那个男人怎么样 那是你们以后的事情 但是要先把这段感情了断了 虽然老师并没有直说 但间接性的体现了问题的本身 所以就像老师说的那样 人活着要坦诚一些 不爱就直说 若即若利还不坦诚 那就是人体有问题了 此时图类图老师 也有相同的观点 但还有另外一说 那就是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起码也要让男生死个明白吧 我承认陪伴是很幸福的 但短暂的别离 而不是遥遥无期的奋斗的时候 就不能忍一时 没什么好遮遮掩掩 你明白的跟他说 我需要陪伴 你不能陪伴我 我要离开 你真诚点说嘛 你藏着掖着干什么 所以说分都分了 至少死得明白 既然都分了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起码做一个坦诚的人 告诉男生一直想要的那个真相 不然大成真的被折磨疯了 连最后的离别都不能换句实话 属实有点太残忍了 那么事已至此 女生能把心里话说出来吗 我觉得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能陪在我身边 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人 谁在我身边关心我 爱护我的人 虽然答案很简单 但这足以证明 小敏已经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人 而这个人到底是谁 她始终也没有说出来 最后的结果 也可想而知 女生决然选择离开 而男生也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 她所追求的那个真相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爱的那个人 她已经不爱你了 所以要按照图老师说的那样来看 男生最终还是死不瞑目 因为女生到最后也没明说是因为那个男人而选择的离开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件事大家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